那个惠律宾马克思总统当时 端门请他去当这个惠律宾的 总统府的那个 教官总管总教官啊 我们 那个蒋渡顺先生的时候也是 这个总统府的教官 那烟灭了怎么办 我跟各位请教 我去年还找了一个104岁的那个吹脑爷子 电视回来出来了 有没有 你看看104岁的如果不把他的 整理好传承下去又烟灭了 我们又重重来过 而且这些东西将来不容易再有 我是在集这样的一个东西 因为为什么 就像我我儿女都在国外 他们说你在这边还在搞这个 我说我儿女在国外 我们台湾弄好了 然后一定影响两岸 两岸的医疗政策整理好了 一定影响世界 这个世代嘛 我女儿儿女在任何世界地方 我担不担心 不担心啊 就像王文阳 王永清那么有钱 他在美国出了问题 他就担心啊 那就出问题了 所以我的家人将来到世界任何地方 我都不担心 他一生病马上有人救他 而且是正确的 是传统医学 整合疗法 西医中医是整合的 不是现在是各自为证的 而且是最好的医学 不断的提升的 那你看看 我们的家人 再来我们的孩子 将来我们一定会离开他 我们真正爱他 就要把真的东西给他 给他钱没有用 给他名没有用 你给他好的 给他一个理念 然后给他一个好的社会 我告诉各位 他会活得健健康康 快快乐的 这才是我们追寻的 我们请再看一下 所以文化不成立的 我把它叫做西夏游戏 这边也是西夏游戏 但是我告诉各位 台湾这一年进步很大 不得了 这是世界上第一个 把传统医学进入的 这个是世界上最后一个 大陆整个完整的 中华文化就缺台湾这一块 我们补上去的 所以我们现在在把它 整个成果整理好 我们送文化部 送总统府 送给卫生国际部 然后去做怎么样 政府还带你来做 我们自己管不了那么多 做不了那么多 我们也没办法长期的做 所以我们现在怎么办呢 在政府还没接手之前 他们就问我怎么办 我说没办法 我们就还想办法 将来看看是不是来 成立一个协会 成立一个基金会 我们把它整理好 整理好交给政府 每一年都给他 他一定会收 因为其实我们的政府真的很好 只是怎么样 两个党在那边 每天虚号 那就是说将来有一天 老百姓醒觉以后 政府就不会虚号 其实都是好人 都是想要为社会 为这个国家做事的 我们从这个角度去想 他们 他们会被我们意念感动 会导向正途 好不好 我们就想我们的政府是好的 我们就想到民意代表都是好的 都是为了我们的国家 都是我们为了下一代 我们碰到他们 我们就告诉他这个讯息 好不好 他们会改变的 因为秘密的原则 然后我们中国早就有秘密了 所以我说气功超越催眠是什么 心想事成 有没有听过 是啊 所以我们民间出离 出离上下一心 让他们慢慢的跟我们融合 那他们一定会改变他们 然后我们呢 大家一起来为我们的子孙留下一个怎么样 好的这个环境嘛 这样一个情况 我们再看下去 你看 我们在鼻息道可以拔出来了 我们心肌梗塞可以拔出来了 所以大陆美国都是希望我去 我说给我三年时间 我把整理好给我们台湾嘛 政府 然后呢 我们希望台湾还是留一点 这样子将来两岸怎么样 互相尊重 因为我们都在文化上有共建 如果都没有的话 将来怎么办 所以我们有好多 恢复这文化遗产的 他们说 到大陆想去 又怕受伤害 因为一去一交就变成大陆的 因为大家都认为文化是大陆的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在这上面来去做一个调整 这一个我们给政府 我告诉各位 我一直希望我们 大家如果有这样的情况 赶快 这个东西一言就出来 我告诉你 一定是诺贝尔医学奖 西一遇到瓶颈 再来不多了 但是 现在将来你们的儿女 现在这个是最好的时期 如果他学医师的 学西一的 赶快叫他怎么样 把技巧学会好 然后来研究怎么样 中国医学 传统医学上面很多的谜题 我这边都可以给你好多谜题 我到美国 UC Irwan 我给了他们一个气功的研究 他们现在研究得很快乐 我两年前到大陆去演讲 气功 CPR CPR的祖先我找到的 是我们的顿足垂胸 是我们的 这一个什么 这个强心壮会公 结果他们有个大学的教授 跟我要去 他们要去申请国家补助 再做研究 将来出来以后 他是CPR的老祖宗 解读了CPR的根源 你看看不得了 然后他很简单 只有两句话 CPR怎么来的 就叫做一起说顿足垂胸 就这么简单 他就是人类的那个什么 自然的疗愈嘛 然后台语叫什么 闽南语叫什么 对心瓜 你想想看 一锤心肝 那个心脏就怎么样 互活了 就互数了嘛 那如果你从这个角度去 现在尤其大陆啊 在崛起的时候 我告诉你 大顺风车 这个诺贝尔医学奖 他会看风声的 会看风势的 我告诉各位 因为事实上 也是你的起来以后 对社会有帮助嘛 所以受到大多数人认识 是不是 所以中华民族有多少人 我告诉各位 目前大概15亿 大陆现在14亿嘛 加上我们2300万 都是中华民族嘛 是不是 然后还有什么 香港啊 澳门啊 是不是 还有暂居在世界的 新加坡 要加起来 所以他对于 国际社会势力的影响 大不大 很大 所以我们大顺风车 以前我们在前面帮忙 现在我们跟着走 也是一样 因为兄弟嘛 不分什么 彼此 这个事 我们再看下去 这是我到那个 检察院 我还花了2000块买花 我没有抗争 我发现抗争 并没有很大意义 但是我们尊重 看了真的 我们再看下去 然后呢 王健宣 这个给了 院长给了这个 卫生署公文 请他依照我的建议 去做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再看 然后去年 邱文达回我的信 这个宿长回我的信 他说 五月 他们修订了内规 然后六月 司法联席会议通过了 然后呢 今年开始 正式实施的 我们再看 这不是我一个人功劳 是大家的功劳 是我们只是认真的去做而已 那我在这中间还做了这些事情 我去拜访这个行政院卫生署 然后他来看我们的这个 这个拍打工的内调 然后他坐在这个来宾席 他然后很感动 他就出来讲话 他给我四个字叫良言济世 他给以前叫拍打工那个叫什么 妖言惑众 我就很快乐 然后大家其实我说 那个也是为了大家好 好的东西传播给大家 只是我们应该把它研究出来 正确方法 不要让大家受伤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什么 坚持 我们再看下去 这个所以他又请我们到 卫生署去演讲 我们再看下去 我们就在这里面都有一些协商 然后去年我又棒了 没办法就自己 跳出来抛砖引玉 大家都不出来太客气了 我就说世界上最好的是 无伤心整合疗法 结果我们的卫生署认同 他说我们快要结婚了 然后我们年姻做个认证 原来他暗示我 已经要进入卫生福利铺 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我们很高兴 我们的政府官员 其实我告诉各位很认真 但是他们受到坏债的压力 我告诉各位 真的压得他们喘不过气了 我发觉到 所以我就帮他们 我们再看下去 这个是我一个很荣幸 就是两岸医事 这个会的西医带着我去 所以西医的胸襟 其实是很多很宽广的 但是他们也有他们的责任 他们认为谈总医学 你都在讲神奇鬼怪 这么多的受伤 所以他们限制你 也是正确的 所以我就不断地告诉他们 我们的医学将来的走向这些 他们认同 我们再看下去 这个是去年办的 我们再看下去 然后我们今年有17个项目 在这边 刚刚我们有介绍 这一位卓景泰老师 常觅拍老公吴树珍老师 还有那个许丽花老师 还有这边是那个许永庆老师 太极柔顾 其间那个吴顾问呢 大概有事先离开了 那这一个 大概这样 然后呢 如果还有 刚刚有人来跟我讲说 我怎么都不知道这个 我说你现在知道呢 然后他说 他有他的什么样情况 我说很好 那我们就保持联系 然后我们下一次 在送这个文化部之前 如果我们再整理一批 就把他一起送过去 现在的话 政府高层呢 已经重视到这个问题 所以你看 马总统呢 我三天前寄那个 请帖给他 他第二天竟然回信 因为我们这次 请帖印得太慢 东北京的办公室也回 也打电话 所以政府高层 都重视到这个问题 所以而且后来呢 我们有很多朋友说 下次我帮你找谁 帮你找谁 还有谁都认同这一个 那我们整个政府高层 民意代表都认同的时候 这个非常容易成功 我们再看下去 这是我们 看到几十种方法 的手法医学 所以真正好的 在台湾耶 然后大陆现在 我们希望他不要走弯路 因为他们有很多 也在起来 但是他们中间拖了你 拖结了 所以我在想 我们这部整理好以后 我们可以跟大陆 马上交流 交流后给他们 然后大家一起起来 台湾起来会更快 不然的话 还是会慢慢拖 那大陆起来的 我们也高兴 台湾起来的 我们更高兴 是不是 是这样一个情况 好我们再看下去 这个你看 催眠 我们把那个马丁 催眠成成什么 急急 大家可能不知道 这一段 你看 这一个是我当时 就是请这个 1994年 20年前 请崔九教授 在这边 在这个崔九教授 来在这个国际会议中心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 瑜伽 我们超越 气功超越瑜伽 催眠 是气功也超越催眠 那如何把它科学化 如何把它规格化 最基本的先让我们怎么样 老百姓都来享受 这是政治 我们再看下去 了解气功真的很重要 我家十个小孩子 我爸爸一个人养 我妈妈主内 她主外 所以这一段我就不讲了 因为我还没有办法忍受 讲起来会一直停 像我女儿最近才开始讲 以前不敢讲 因为我一讲就完全不要讲 因为现在还时常 就是会感念他们 因为我走这条路 他们受那么多的苦 给我激励起 我们看下一段 看下一段 传统人学 中华文化要上升 我三十年前 做了一个古文诗识教学 小孩子没事 在肚子里面就念诗诗给他提 小孩子将来出来 我告诉你 那个文笔好都不讲 那诗诗诗好 我儿女小的时候 正好我在推广这个 你都不要教他 他文笔就很好 他们老是来 让他去做文笔赛 所以王阳明 九岁才会讲话 他不会讲话之后 站在他爷爷旁边怎么样 听他爷爷念书 结果他一会讲话之后 就怎么样 就顺你 这个出口成章 我妈妈国中毕业 骂我们都是文言文 后来我问他 他说他妈妈 就是这样骂他 所以我告诉你 你怎么骂你孩子 你孩子就变成 所以千万不要骂孩子是猪 将来回家就看到一头猪 我搞懂了这些以后 我就没事就称赞我儿女 儿女就越来越棒 越来越孝顺 然后我就跟他们讲 感恩父母亲 感恩阿嬷 然后感恩这个爷爷奶奶 然后他们就知道 原来是要感恩爸爸妈妈 有没有 那不断地教他们正向 不断地教他们正向 我告诉你 这是我们气功的最高境界 这是我们养生的最高境界 你把你父母亲 跟他斗嘴 气到他中风的时候 我请问你 谁倒霉 那就是生病嘛 那就是没有注意心 是不是 内阴症 所以像我母亲 我护亲 早的时候 我忧郁症三年 我母亲走的时候 晚上我在做梦都在笑 我想象不到 所以我母亲的这段 我都敢讲 我后来对她很孝顺 我们没有